你想要让你的收入有一个快速的提高 专业知识并不是最最重要的因素 我今天要告诉你五个特别简单 容易做到的小小的习惯 就能让你的收入有翻天覆地的提高 这些都是我在现实生活中真正经历过的 是我的错误或者是从其他专业人士那里学到的 这你在任何商学院都学不到的 但是又是非常有效的 在这个视频的最后 我还有一个免费的福利要送给你 一定要领取哦 第一个故事是我的错误的经验 有一天啊我正在忙 微信里有一个房地产经纪丹安娜忽然问我 嘿Winnie你能给我这个学生推荐一个监护人吗 因为他知道我做留学嘛 但是我这个微信啊联系人太多了 我记不清我从哪家的人 我真想不起来这是怎么回事 然后我就想起哎 Peggy比较合适 我认识这个Peggy呢 她比较有经验有爱心 而且现在退休了有时间比较适合做这个 我就把他们联系方式连在一起 哎你们自己去谈吧 然后就忙自己的就 过了一个礼拜忽然想起这个事 问了一下Peggy 哎这事后来结果怎么样了 Peggy说就那天跟丹安娜通了个电话 然后她说她去约家长和学生一起 我们来个三方电话会议 然后我就一直等一直等 就等了一礼拜也没信 说怎么这样呢 然后就去问丹安娜 她说哟我也是问客户 她一直没给我回信我再去问问啊 第二天回信了 说哎呀真抱歉 这个客户又说 不让孩子找监护人和寄宿家庭了 我这太生气了 我就跟丹安娜说两句 我说你这个太不靠谱了 你的客户没有准确确认之后 你就去到处去帮她打听 这也是我的资源呢 我自己还是教育人家呢 实际上我学到什么呀 我跟Peggy介绍的时候 我都没确认丹安娜是怎么回事的 我这个太马虎 太轻率了 这是我的资源 我跟Peggy是经过很多年 彼此交往建立的信任 那我今天等于是 从我这个银行存款里拿出来 这事情虽然没做成 但是Peggy以后怎么看我 她如果要把事情交给我 或者有合适的要做留学的客户 她能介绍给我吗 她肯定会担心 我把这个这么重要的亲戚朋友 介绍给你 你要做不好 当然人家去骂我吗 对吧 我损失的不是这一件事情 我损失的是我的声誉和我的信誉 这个是我们最最重要的财富 后来我从这件事里学乖了 以后我就尽量提醒自己 干事不要着急 别马虎 确认 再确认 我宁可少说 多做 我也不要说到 然后做不到这件事情 没有把握的事情 不要轻易去说 不要轻易去调动自己的资源 如果你想听我继续的分享 请你点击关注我 subscribe 而且点这个小铃铛 这样你能够听到我最新的更新 好 第二个故事 是我从一个房地产经纪人学到的 他叫Joyce 很多年以前呢 我们在想卖自己的第一个小的townhouse 因为第一次卖房子没有什么经验 觉得得找一个好的房地产经纪 通过朋友介绍呢 就跟Joyce联系上了 他是美国房地产经纪人里的销售额 Top 1% 最领先的1% 哇 这个大拿呀 我们还担心 我们这小破房子没多少钱 人家愿意接吗 结果因为朋友的原因 他还是接了 哇 我从他那学到了 这个顶尖的1%就是不一样 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 他给我一个感觉 他让我感觉 我们是他唯一的客户 这个太厉害 从一进门 坐下来 第一件事 把手机关上了 往这一放 那个意思就是说 我现在百分之百的在这 我全部经历在听你说 听你的需求 你的想法 太厉害了 实际上我们真正见面就一次 就是那一次他在看房子 然后给我们指点一下 告诉我们 你们应该做什么 不应该做什么 我们那时候也预算很有限 然后又想把房子 尽量卖的价值高一点 我们开始还想装修这个卫生间 他说不用 你就把这个浴缸 不用都换 这个花挺多钱的 你就找一个人 把这个油漆一下 有一种专业的油漆 那浴缸弄得跟全新一样 你要不知道 我这可以给你介绍 这是联系方式 然后看了看 这个不用弄 就刷一层漆就行了 用什么样的漆 这个厨房 你只要花几千块钱 换什么样的橱柜 换什么样的台面 现在卖的是最好的 结果你知道怎么样吗 我们就花了不到一万美元 把这个房子 比原来那个状态的价值 多卖了十万多 太厉害了 专专业知识是很重要 但是他给我那感觉 就是他在那的时候 他全心在这 他为你着想 而且你不知道资源 他都告诉你 一切都弄得特别好 就是我能真正感觉到 虽然我们对他来说 是很小一个金额的房子 但是他全心全意的在那 为你着想 这就是我学到一重要的知识 以后不管手头有多少客户 同时在忙 但我在跟任何一个客户 交往的时候 跟他沟通的时候 我尽量让他感觉到 他就是我在世界上 唯一的客户 从此以后 任何在那个地区的朋友 房地产买卖的 我都是义务宣传员 马上推荐给Joyce Joyce多么多么的好 多么多么的好 你想我这一辈子 都是他免费的广告 这就是人家能拿到 全美百分之一的 其中的一个优秀的素质 一个小小的习惯 第二个 也是我从一个房地产经纪人那儿学到的 那时候我们想在 这个Long Beach这个地区呢 买个小的投资的房子 因为我们的资金很有限 那是房子比较便宜 不像尔湾 这个一百万左右 才能开始起步 那个可能二十万左右 就能拿下一个小房子 好多房地产人不愿意做 因为你金额小 人家佣金收入就少嘛 后来我找到那儿 销售量最大的一个 然后呢 我就跟他联系 Jennifer Jennifer有一个特别突出的 一个优点 一个习惯 我学到的 就是他总是让你感觉到 他随时在为你工作 而且他心完全在这儿 他很忙 我每次打电话 很难直接找到 马上留言 他永远都在十分钟 或十五分钟之内 给我回电话 而且每次回电话的时候 他不是插起来就打的 我能感觉到 他听到我留言 他在做调查 他去看一下最新的 这个房子价格呀 在最近的怎么样啊 我想问的东西 他都是在放心思在那儿 在用心地在找个之后 再给我一个回答 而且特别重要 他一个习惯就是 哪怕没有任何消息 比如说我们在等 对方的offer 回来回来去这种沟通 如果什么进展都没有 他也不会坐在那儿等着 他就告诉你 跟你留言一下 我今天又跟他联系了 但是他告诉我要等两天 或者是贷款 现在要怎么怎么样的 要怎么怎么样的 他永远告诉你 有心的事情 他第一时间告诉你 没有任何进展 他也就告诉你 我们明天再等一下 我们再等两天 我会及时跟进 他让你感觉 你不用去追着他 他在追着你 所以你干做事情就特别放心 知道有任何事情 他都会及时告诉你 没有事情的时候 他都在替你管理 观察着这些事情 所以你就特别放心 就是第二个学到的 特别重要的 好的习惯 就是让你的客户 随时能到update 你去告诉客户 哪怕没有新的消息 也要告诉他 我们再观察一下 就是告诉对方 我没有忘了你 所以我以后 在对待我的客户的时候 也尽量要做到 我的团队也尽量做到 哪怕跟学校联系 现在没什么消息 也告诉他 今天我们跟学校 又接触了一下 他们让我们还在等 那过几天以后 我们还会做 这几天我们要做什么 让客户永远知道 你在为他努力的工作 第四个特别好的习惯 是我在从一个车祸律师那儿学到的 就很多年前呀 有一次我们发生了一次车祸 就是我们出去玩 全家出去玩 然后回来路上呢 在那儿等一个红绿灯 现在停在那儿 后边来了一个车 也不知道想什么呢 就咚就撞到 估计是没看见红绿灯 没想 然后呢 这个非常严重 幸亏我们那个车比较结实 他呢 那车的后备箱就没了 然后我父母那时候 幸亏那个戴着安全带在后边 那安全带拉的地方都紫了 然后特别重要的就是 我那时候还怀孕几个月 你说这是非常危险的 大家都很紧张 然后回来之后呢 就得找车祸律师 没有经验 不知道怎么弄 也不认识 然后呢 就在广告上找了几个 排名看上去 广告做的比较大的 然后呢 就打算一个一个的往下打 我第一个电话打的 就是这个律师 叫Daniel 他的办公室 他的前台接到之后 马上听到这个 大概的情况 转给了律师亲自跟我说 我大概描述之后 半个小时 这律师就坐在我们家 客厅沙发上 在跟我父母说话 听他们描述 哎呀 这个肩膀怎么样啊 怎么发生的这个事情啊 我太惊讶了 我以为就得准备一些什么东西啊 然后要跟律师约时间去他的办公室呢 我这律师很快就跑到我们家来了 我真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 然后我们觉得这律师很在乎我们 又很专业 然后我们就跟他签约了 也就没再去找其他的律师 就不想有麻烦嘛 赶快处理完就好了 也惊吓得不得了 最后呢 那这个赔偿呢 这个三分之一是医生的费用 三分之一呢 是我们的赔偿费 三分之一呢 就是律师费 这件事情过去之后 我回过头来想 我觉得这律师太厉害了 为什么人家能做得挺大呀 你知道为什么吗 这个经验就是 稳准狠 你想想 这种车祸 我们停在红灯那儿 别人从后边撞我们 没什么意义 一定能赢的 只过赔偿多少的问题 对不对 而且那时候我还怀孕 这风险太大了 我又想告诉人家 这也太容易了 我父母又一堆老年病 然后勒成这样了 这个官司实际上 太太太容易了 这个钱实际上 是特别容易挣的 我们只跟他见过一个面 以后就不用跟他沟通了 都是他的助理 在处理这些paypalwork 然后就结束了 这一步步往下走的事情了 这是一个特别容易赚的钱 没什么风险 而且收入还很高 从这我学到了 就是我们 有时候电话 还有很多这种广告来的 初步的接触啊 那很多人是不适合你的 或者不愿意花这个钱 或者自己弄不清 这自己想 你花好多时间 在跟他沟通 浪费时间 最后可能十个二十个里 有一个客户 还不知道怎么样 但是这个律师 一听到我们的消息 这种情况 最好做的case 对不对 钱是决定的 最低是多少钱 马上就算得出来 文准狠 马上才去行动 人家不是说 我给你email 你签个字啊 你怎么签字啊 你怎么写啊 全给你拿过来了 就在跟前 马上就签 自己看得特别准 有特别快的行动力 而且绝不犹豫 文准狠 这样才能有好的收入 太厉害了 第五个 最后一个 我要跟你分享的 就是我在抖音上看 有一个短时间的作业 特别大的 叫申哥 抖音还封杀他一次 他又重新开始 也非常快 他其中有一次分享 就是说 他说挣钱很容易 怎么容易 他说就是 有一件事 他们天天做 就是反思 复盘 就像我今天 给你讲的这些故事 都是我自己 在反思过程中 领悟到的 特别有帮助的习惯 他说 反思复盘 就两件事 反思一下 什么是挣钱 什么是不挣钱的 反思以后之后 就去 不要再去做那些 不挣钱的事情 然后专心继续做 这些挣钱的事情 就这么简单 不停地反思 所以我今天 跟你分享的 这个五点 特别好的习惯 就是我反思 得过来的结果 在这个频道里 我会继续分享 很多在美国 从零开始 从兼职开始 自己创业的 很多实际的经验 希望你通过 我的很多错误和经验 能够帮助你 少走弯路 快快地成功 在经济上 在事业上 突飞猛进的成长 如果你喜欢我的分享 请你一定要点击 下面的关注和小铃铛 这样您能接到最新的通知 而且请你一定要领取 在视频下方 我们免费这个福利 不管你是做留学 还是想做其他行业 相信我的分享 都会能够对您 有很大的帮助 到下一支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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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